出现在院内走廊 一旁男子一手虽抓着轮椅 不过整个人完全站起来 甚至剑步如飞模样古怪 也有人敲装成妇女头戴头巾 但手上同样拿着枪械 这群人闯入医院如入无人之境 甚至将院内人员压制在角落 这里是约旦河西岸 北部城市哲宁 当地时间30号 当地伊本西纳医院遭乙军闯入 过程中三人遭枪杀 以色列特工伪装医护 闯入医院三楼 声称击杀巴勒斯坦武装组织 哲宁旅三名成员 2015年以色列也曾执行过 类似任务 为消灭武装组织手段 却引发质疑 美国国务院不愿多做回应 不过针对美军基地预袭 拜登似乎已经下定决心 白宫也表示 拜登考虑多重行动 而非一次性攻击 尤其不想让中东战火 无限延烧 不过就在美军喊话反击后 伊拉克针竹党律要求旗下武装分子 停止攻击美军 显示每一双方都不愿让战事扩大 TVBS新闻总和报导 好我们持续带您关注最新纽约时报报导说 哈马斯的武器其实大多都来自以色列 更多的讯息我们要请教李洁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似乎是还没有停止 只是打到现在哈马斯到底是从哪边来 这么多的武器可以不断的反击呢 目前可以根据了解的就是 以色列有情报就揭露出 其实哈马斯目前所使用的军武 有很多都来自以色列 那怎么会来自以色列呢 目前专家就有分析 其中一个重点呢 第一就是他们从地下走私 再来他们就是从以色列军方来去偷过来的 最后这个关键就是在他们会收集 好几千枚以色列没有爆的爆弹 那我们可以知道是说 其实在这一次以色列其实发动 非常多的攻击当中 也有很多的飞弹射过去 但是是没有引爆的 那到底量有多少呢 根据了解武器专家他就分析说 通常会有10%的弹药是没有办法引爆 而且以色列的飞弹过去的故障率 是竟然是高达了15% 其实这比例相当的高 得于你打过去10个飞弹当中 可能有一个到两个 其实是没有引爆的 而在这种情况之下 以色列就表示说 其实他们的武器库里面 其实包括美国 他们在早期所停用的越战时期的飞弹 而我们知道越战这个时间点 其实落在1955到1975这个年间 所以在这么好几十年以前的飞弹 当然久了之后 当然会有一些故障的问题 而在这次以哈冲突当中 其实以色列发射过去的 就很多是像这样子 比较老旧的炮弹 是没有办法引爆的 那我们可以知道 现在冲突到现在 这个以色列军队朝加萨袭击 是至少两万两千多次 而且当中是有好几千枚的飞弹 是没有引爆的 目前联合国的官员 他们就认为说 这样子没有引爆的飞弹 射过去之后 等于是送给哈马斯免费的礼物 因为他们已经可以 把这个飞弹拆开来 只要再做一些化学的 一些相关的研究 就可以制造出更好的飞弹 变成一个非常厉害的武器 不过也因为以色列轰炸 加萨走廊引发人道危机 甚至有学者认为 美国要负起最终的责任 我们继续请教理解 战火之下 最无辜的还是平民老百姓 我们知道这一次的 加萨冲突当中 其实死亡的人数 已经来到了两万五千人 而当中有一万三千人 其实是孩童 而孩童在战争里面 几乎是不可能 是一个作战的角色的 那我们来看 其实根据联合国的妇女署 他们就有统计 在加萨大约有百分之七十的死者 是来自妇女 还有他们的幼童 而当中有190万人 是已经逃离家园了 而他们逃离家园 能逃去哪里 能躲去哪呢 其实逃离家园 也就等于是流离失所 但根据了解 这个国际法院他就说 这个根据种族灭绝 最公约当中 是存在着 对以色列审理的案件 而其实在整个国际局势当中 包括美国和以色列 也都是比较独立的一个状态 比较孤立的状态 怎么会这样认为 就是因为美国连续三次动用了 为了这个否决权 他们阻止要求立即停火的决议 那么其实以色列 他们这一方也有提到说 这个所有的弹药 几乎都来自美国 如果没有美国的话 以色列是没有办法 打这场战争的 也因此就有一名英国的学者 他就特别点名 美国必须要为以色列军队 在加萨的行为 来付出最终的责任 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各国也是整个局势 都希望美国能够来 对以色列来要求他们来停火 也就代表说他们认为 美国是有机会 可以要求以色列的 希望能够止息这场风波 另一件大事就是 美国驻约旦的军事基地遭攻击 拜登落狠话 要伊朗负起责任 但如何拿捏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关键 我们再请礼节 带大家来看 美军在靠近叙利亚 还有约旦的边境 驻约旦的基地 是遭到新伊朗的民兵来攻击 造成了三人死亡 甚至有34人受伤 而目前美国这边是说 已经决定要如何回应 认为伊朗必须要 为真正事情来负责 只是到底要怎么回应 才会比较合适呢 我们来一个个来看 到底是要打击领土 还是要打击水域 其实在过去的历史当中 其实美国并没有 针对像这样的状况 来打击伊朗的领土 只是水域的部分 我们就来看 在1988年 有一个螳螂行动 当时是两一战争的末期 而那个时候 美军为了报复伊朗 因此有设下水雷炸弹 来炸这个船舰 不过那个时候 可以知道 它是朝伊朗的领海来攻击 目的是要避免扩大这个战争 不过也有美国的一些官方 他们认为说 应该是要打击政权 在海外代理组织或人员 这个简单的意思 就是认为说 要在这个伊朗 在这个叙利亚 伊拉克还有叶门的 准军事组织 要针对伊拉克 伊斯兰抵抗组织来做攻击 不过现在专家 目前是认为说 最有可能的回应方式 应该是扩大经济制裁 也就是阻止 他们的能源销售 还有制裁 他们协助探协国家的 这些外国公司 还有些银行 不过我们可以知道 这一次发生像这样的冲突 其实除了伊哈之间 其实包括了 连美军都有受到这个死伤 到底要怎么回应 其实也是大家各界 都还在关注的重点 想要掌握更多新闻资讯 欢迎可以拿起手机 来扫描这个QR Code 就让你消息不漏接 只是现在鸿海危机 持续升高当中 影响国际海运 但危机会来 总不会是一天造成的 来看报道 英国45型驱逐舰钻石号 在鸿海发射 海覆射防空飞弹 击落一架 胡塞武装的攻击型无人机 英国国防部 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钻石号驱逐舰 在这一次行动中并未受损 全舰官兵平安无恙 同时谴责胡塞武装 试图袭击英国军舰的举动 完全无法令人接受 并且重申 英国有责任 维护鸿海水域的航行 自由与安全 资料显示 45型驱逐舰是英国海军 最新一代的舰艇 排水量7350吨 具有优异的防空 反舰及反潜能力 原本皇家海军预计建造12艘 不过由于动力系统 以及资金缺口等各项原因 最后只生产了6艘 加入海军行列 这次在鸿海直前的钻石号 两年前曾经因为燃气涡轮发动机 出现严重缺陷 不得不暂停前往苏伊士运河的巡航任务 返回地中海的北约码头维修 外联报导指出 英国一向会在中东海域 部署一定实力的海军舰队 至少包括位在战防最前线的驱逐舰 以及多艘轻型武装的支援舰和扫雷舰 以因应当地的航运稳定 就在钻石号驱逐舰 差点遭到胡塞武装袭击的前两天 悬挂马绍尔国旗的英国邮轮 马林鲁安达号则是在劫难逃 被一枚反舰飞弹集中又闲的 一个货舱引发大火 情况一度危急 一路海军表示 在收到马林鲁安达号的求救讯号后 驱逐舰维沙卡帕特兰号立刻前去救援 会同船员一起灭火 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证实 马林鲁安达号至少发出两次求救讯号 地点在亚丁湾东南方 大约60海里的位置 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也承认 战斗单位借由目标锁定 向马林鲁安达号发射了多枚反舰飞弹 而且直接命中船只 同时强调 胡塞武装采取的任何行动 都是确保叶门在这个地区的直接权益 任何国家无权威胁胡塞武装的决定 I think they are We are going to use the most effective means at our disposal to cut off the Houthi's financial resources where they are used to fund these attacks We are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n this and plan to announce new sanction measures in the coming days 红海危机到底会持续多久 答案连中东问题及财经专家都难以预测 不过夜门问题专家 国际维权组织高级顾问下班 则提出了一个思考方向 说明当前的红海危机 源自于各国长期忽视夜门内战 所带来的全球性影响 下班指出 就在去年9月下旬 包括胡塞武装和沙烏地阿拉伯 在内的夜门内战冲突各方承诺 会在全国范围内停火 同时解除经济限制 为恢复由联合国主导的包容性谈判做准备 这让夜门民众似乎看见了和平的曙光 在联合国设计的和平方案架构下 不但胡塞武装必须完全开放控制区的港口 和刹那机场 由沙烏地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 也必须定出全面撤出夜门的时间表 并且解决夜门公务员的薪资给付 以及国内重建等多项问题 而且为了维持区域和平 沙烏地阿拉伯也有可能承认 胡塞武装拥有管理夜门北部的权利 就在这一切看似如此美好之际 突如其来的以哈冲突 转移了国际社会的焦点 尤其在加萨情势不断升高之际 哈马斯高层领袖多次表明 希望伊朗能在这件事情上多做一些 言下之意 就要伊朗表态是否支持哈马斯 然而伊朗的立场始终暧昧不明 也让胡塞武装有了出头的机会 就在胡塞武装发射飞弹 及无人机攻击以色列 成为第三个声援巴勒斯坦的 伊斯兰组织之后 原本国际社会并没有太过关注这些团体 甚至认为胡塞武装是来蹭热度的 却没想到胡塞武装竟然是来真的 从此揭开红海航运危机的序幕 持续至今已经超过三个月 而且几乎没有平息的迹象 物流分析师亚克佩拉就说 胡塞武装在红海造成的航运之乱 不但威胁各国船只的航行安全 更严重影响到全球的货运成本 以中国大陆到地中海的航线为例 目前为止已经暴增了三倍以上 这是他所见过海运及物流成本 上涨最凶猛的一次危机 很多制造商甚至开始寻求 用空运替代海运的方案 以减轻自身的负担 尽管伊美联手对胡塞武装领海控制区 展开军事打击行动 但是并没有改变胡塞武装号战的本质 外籍商船依旧不断遭受攻击 中东问题专家穆斯利米形容 胡塞武装是非常聪明的军事商人 有效地抓住战争带来的发展机会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 以哈冲突已经煽动起 中东和其他地区的极端政治和宗教主义 只要加萨战事不停 胡塞武装在红海的威胁也会持续下去 正在阿布达比出席第六届无人系统会议的美国海军指挥官 布拉德库博透露 为了因应红海情势 军方已经成立了一支无人机舰队 借由无人系统和人工智慧的结合 加强对这个区域的航道巡逻 迅速处理突发状况 然而与此同时 胡塞武装也下令联合国在沙纳执行人道救援工作 具有英美国籍的工作人员 必须在一个月内离开夜门 并且要求外国企业及团体不得雇用这两国人 综合以上的讯息也释放出英美两国和胡塞武装 都已经为各自的下一步做出了准备 中斗事务专家表示 这代表英美的军事打击行动 短时间内将不会停止 但是会由无人系统逐步担任主要工作 而在胡塞武装这边 则是先把英美人士撤出夜门 避免遭到联军攻击时的误伤 造成更严重的外交事端 穆斯利敏认为 英美并不想对胡塞武装 采取过于激烈的军事攻击 而胡塞武装也没有强烈的意愿 要与两国交战 而是希望扮演让英美感到棘手 但是还能容忍的难缠对手 只不过这三方都在测试对手的底线 避免擦枪走火 引发更难以收拾的残局 然而随着红海危机的不断升高 英美和胡塞武装 究竟会不会误判情势 导致事态扩大 目前也很难有所定论 只是红海危机一天不解除 全球航运的苦日子 也只能过一天算一天了 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新闻台 欢迎收看